這裡是一縣鳳國寺 有6萬平方米 是皇家寺院 始建於遼開太九年 鳳國寺供奉的是過去祈佛 彩繪泥塑佛像群 要達到9米5左右 在世界範圍是最古老、最大、最壯美的 王家衛導演《一代宗師》一座鏡頭 就是七佛像 他從每一尊佛像面前掃過 故宮的專家在故宮他評價的鳳國寺 單體木鉤建築故宮的太和殿 也比不上遼寧一縣鳳國寺的大雄寶殿 遼朝的時候這個地方就是蕭廁 蕭待後的故禮 他的兒子是遼朝的第六位皇帝 聖宗耶利隆旭 遼朝本身就信奉佛教 標榜皇帝就是佛 為了緬懷前五位皇帝 加上他母后再加上自己 正好是齊衛 建造了這麼大鐵梁的一座皇家寺院 鳳國寺它沿著南北中州縣 外山門五間 有長廊兩百間 最高潮的部分有大雄寶殿 那三門、牌樓、無良殿 都是清代後續家的 寫有大佛寺的牌匾 也有兩百多年了 比美國的歷史都比較長 那麼現在存在這個遼待的建築 唯獨有大雄寶殿 體量是面闊九間 近身五間 五九叫皇帝之尊 是很有講究的 南方寺廟屋簷、轉角都比較誇張 北方鳳屋寺的寺院 屋底大殿出延比較平緩 形成它那種厚重、恢弘那種感覺 樓拱是七步座 用材是中國古代木構建築當中最大的 層層傳導到柱子上 承載的作用 樣式好比盛開在一個木建柱上的一朵花朵 懸掛了三塊匾鵝乾隆的筆記 豎寫的就叫大雄臉 缺了一個寶字帶龍的這種雕刻 內部上方還懸有迷倫宇宙、無良盛境 這是現在世界範圍的最古老 最大的迷速彩繪復仿群 按照成佛的先後順序 排列 釋迦牟尼佛 佛祖還在最末端 前面還有六位佛祖 雕刻的很好 慈态神祥,極為壯麗 佛的模樣應該就是一個模樣 手印有各自的區別 它這個手印就能鑽進一個人 體量非常大 每一尊佛像下面還有一尊協識菩薩 都在兩米四到兩米五這個高度 姚明也只能在它的頁下 壁畫每面三牆各有五佛 一共是十佛 一代宗師他開篇的背景 用的就是奉國寺的壁畫 墨虎劍上的飛天彩畫有兩千多平方米 一代宗師拍片的空隙 張子儀就很寂寞 當時我們男同志就給張子儀講奉國寺故事 張子儀很感動 只要說謝謝你 然後這句話 對我們的小職工來說 醫生可能也是忘不掉的 奉國寺最美好的時候 應該是清晨還有半晚 夕陽灑上那麼一抹 黃黃紅紅的顏色那種光芒 建築顯得更加的莊嚴和神秘 苦白的劍 抿受敏 張子儀 抿受 Style 雙� Yog